希望大家支持多點Patreon 用儲值卡的朋友這個月可能入不了 怎樣入的呢? 方法就是你要首先取消了會籍再入 這個方法會幫助用儲值卡,Tech and Go 或者八達通App的兄弟 另外也可以加入這個球迷會 再參加4月17日星期六晚九至十半的見面大會 下面的詳情又教大家如何入球迷會和參與這個活動 說回熱刺英超的比賽 打和了紐卡蘇 喪失了衝上來的機會 而且今天真的不應該失訓 因為主場的紐卡蘇都已經很合作了 這個後防線壓得很前下 好像石飛聯一樣 這麼容易被人盡快完結攻勢 去突破後防線身後 而且紐卡蘇還要進攻出來壓迫 就不用熱刺不斷面對密集 熱刺面對密集 一向老鼠拉龜就沒有什麼破密集的技巧 但是一可以打快攻或者反擊 就是精神爽利 以前頭十分鐘的話 這樣的比賽熱刺領先了 但是今天先落後 即是他們不夠早入球 最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欠缺老孫 當然啦 如果有孫英敏的話 說紐卡蘇今天又未必夠膽死 就是壓出來的 不夠膽在上半場熱刺 最有體能最快的時候 就是壓出來和推高後防線 但是如今 紐卡蘇後防線 真是推前了壓前了 又如果有一個狀態正常的老孫 頭十分鐘應該真的可以熱刺領先 可惜了 這個敏大仁孫英敏剛剛復出 先烈後備 然後我們就看到熱刺 今天的進攻組合不算快 盧斯素今季養傷太久了 你看到他的速度不快 哈利簡一向都不快 只有盧卡斯摩拉和卡路士雲尼斯奧斯 可惜了 卡路士雲尼斯奧斯今天 就是踢得沒什麼自信心 動作有點遲緩的 猶疑不決 相信跟他太久沒有比賽有關係 所以熱刺今天的快攻不醒神 不夠早入球 再加上後場送大禮 下後再先 27分鐘一次後場拆球 不斷大腳踢 都踢不到上去 不斷踢中對手散回頭 不斷跌回頭 不斷跌回頭 問題最嚴重的就是中堅的山齊氏 他踢了球給人家之後 人家立刻在前面展開反擊入球 山齊氏送大禮之前 就經意見到他今天的斬球 都很多時候不領不定 不過熱刺上半場依然有體能 所以只要劉卡蘇的後防線 繼續深度不足 熱刺都可以一猜過半場 盡快完結攻勢 打些後防線生後的方法 嘗試破網 閃電追和就是這樣 雖然也是靠對方的防守球員 這個卡夫就是魯莽防守 這樣才被哈里簡來撿到個雞 如果他能夠冷靜一點 讓球給守門員沒收的話 熱刺就不能閃電攀成平手了 不過熱刺再過幾分鐘之後 都再入球了 今次清脆利落得多 都是同一種方法 就是趁著劉卡蘇後防線深度不夠 壓了出來 一個盡快完結攻勢的方法 打後防線的身後 這個哈里簡尼 上半場還能跑得下的時候 就入到第二球球了 反超前倒 但熱刺領先之後 往往到下半場都出事 總是拉開不了紀錄 最後被人攀成平手 劇本一模一樣 真的沒辦法 這個問題太過明顯了 摩連盧從來一成不變 他的調動總是要搞到熱刺下半場 欠缺反擊速度 我還是要繼續說 或者大家聽一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調動方法 今天會告訴大家 今天是因為真的 有些其他的調動 是可以有機會 令到熱刺 早點拉開紀錄 不用打和的 摩連盧半場 拿走卡路士雲尼斯 我都還覺得可以 因為卡路士今天都很欠缺自信心 狀態又不好 用孫英文取代他 都是可以是一種加速度的調動 但是由於 經已去到下半場 所以其他的正選進攻點都累了 都慢了 就不夠人呼應孫英文 所以摩連盧是要繼續 再換多些進攻點 去保持前方的反擊速度 去保持拉開紀錄的能力 但是這個摩連盧第二個調動 就不是用速度快一點的巴爾 而是用速度慢很多的拉美娜 還要拿走比較有速度的盧卡士摩拉 這樣就很大劑 直接幫前面減速度 所以去到83分鐘的反擊 就拉開不了紀錄 然後後面就輸回2比2 為什麼83分鐘的反擊 是進不了球 拉開不了紀錄呢 就完全是因為拉美娜和哈里簡尼不夠快 孫英文在前面跑 他夠快 但是拉美娜做超級連結人 就不夠快 他根本是推掉腳 即是他追不到球 即是不夠快 根本控制不到球 就交不到直線給孫英文 而且哈里簡尼 根本這一次一直都吃塵 在後面跑 他追不到隊友 上不來 結果前面的反擊 那個結構 就形成不到倒三角形 所以超級連結人的拉美娜 根本就不夠向前傳送的選擇 這些反擊就根本是不夠力量入球的 結果拉美娜等了很久 才等到哈里簡尼上到來 哈里簡尼上到來的時候 反擊都拖慢了 而紐卡蘇後防線都回來了 加大了哈里簡尼的射門壓力 要面對面的防守對著他 就射中柱 這裡進不了話口未完 另一邊相一打回頭 紐卡蘇就2比2了 紐卡蘇84分鐘 打個快攻 Early Cross 產生門前混亂鴨仔球 韋力克 但是韋洛克撿雞 這個是阿仙奴的借帳 在熱刺身上入球 最慘的是 摩連盧見到棺材才懂得驚 被人攀成2比2 88分鐘 才用巴爾 巴爾應該一早進來 現在才進 太遲了 所以這一場賽事 明顯是因為摩連盧的調動 有問題 搞到拉開不到紀錄 被人追回成平手 如果摩連盧能夠早10分鐘 即75分鐘 用巴爾取代哈里簡尼 這個反擊 有機會是巴爾去跑哈里簡尼的路線 速度快很多 前面形成倒三個形 可以衝破後防線的機會大些 半彈到機會 就不用單對單防守 哈里簡尼太慢才能防守 巴爾快點插穿後防線 半單多 人家就不能夠防守 又是這樣 一定不拿走哈里簡尼 一定拖累下半場反擊速度 極大機會拉開不到紀錄 留下尾巴給人攀成平手 又或者是另一角度所說的 盧思素復出之後 中場的組織能力提升了 所以今天都看到熱刺領先之後 去到下半場 他們都不是拍大巴的 他們都想保持著多些控球率 去浪費時間 希望解決前面速度一直都不夠快 希望解決一直都下降 哈里簡尼不適合下半場打反擊的問題 但是熱刺控球在腳的時候 拉開紀錄的能力也不夠 這個當然是跟他們欠缺破密集技巧有關 是摩連盧的風格問題 摩連盧希望下半場控球在他浪費時間 所以留下哈里簡尼做支點 打算穩定控球拳 但哈里簡尼去到下半場明顯很累 82分鐘的時候 你見到他支點都失誤 是累到熱刺失控球拳 才被努卡素進攻 繼而是2比2 所以就是說 即使摩連盧是打反擊 還是打算控球在腳都好 今天下半場都應該要拿走哈里簡尼給他休息 主要的原因就是 這次有一個特殊的原因 哈里簡尼剛剛參與國際賽 是真的累的 回到英國 他是不應該用到他這麼盡 又或者要這樣說 哈里簡尼不肯退下火線 總而言之 熱刺今季成績 就真的跟哈里簡尼很有關係 上半場他有體能的時候 不停入球就很幫到手 但是去到下半場他一累 一參與不到反擊 疲倦又會失誤 反過來就令到熱刺會跌回分數出來 一句說完就是今季的熱刺 成也哈里簡尼 敗也哈里簡尼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了 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你可以裝一個拍住相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